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好 來 我們請 蔣部長 有請部長 徐岳元 午安 部長好 謝謝 部長 剛才 教委員 問到了這個失效 是 合併的問題 失效 可能有整病 可能有退場 就停辦 或相關 這個土地問題 希望部長 再更加斟酌 不要土力他人 一定是公共性做最優先的考量 在這個基礎下來做處理 這個部分希望說 再去精算一下 讓所有有質疑的委員 可以有更明確的答案 我是不是可以簡單說一下 一定是在一個公共性 因為原來失效辦學本來就是公共性很重要的考量 所以所有最後的處理 一定是公共性放在最前來做考量 滿足這個條件下才能往下走 對對對 這個部分我知道 我想委員都已經問了 所以我就不再問這個問題 但是我會注意 那我再問部長另外的問題 就是說 公私立 合併 是不是一定是公立併公立 私立併公立 公併公是可以 私併私當然也是可以 私併公也是可以 那私併公既然可以 可是私併公通常還是維持是公立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公併私變成私沒有這樣 這個方向大概走不通 所以就是私立併到公立也可以 私立併到公立裡面 基本上這個是也可以的 可行的 我只是說提供部長一個另外的想法 是 以前我們高雄有個國際商專 是 然後後來國際商專也是廢校 那併到我們高雄的高雄公專 所以就是他的私立併到公立裡面去 私併公是可以的 所以有這個案例 因為我現在是在問部長就是說 學生跟老師在您退場之後怎麼安排 學生跟老師是不是 你希望說一次退場 學生安排轉學嘛 當然 希望明年可以實施嘛對不對 這個事情我們已經小組已經開始針對學校 明年如果實施是一次退場 還是建進式的退場 它一定是一個發展的時間嘛 不會說某個點就全部退嘛 不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它一定有個grace period 所以 這個grace period裡面 學生跟教師怎麼退 怎麼跟著學校退 教育部的安排是什麼 是這樣子 就是說學生當然一定要安排轉學嘛 對 如果他還沒有畢業 如果是他那屆就畢業 停辦的時候他也畢業 畢業當然不用講 可是還沒有畢業的學生一定在事前 他要停辦之前一定就會安排他去其他學校 安排其他學校 怎麼安排 以local的以臨近的學校為優先考量 怎麼安排 就是用轉學的方式跟去透過協商的方式 讓這些學生 儘量還是在同一個學校的方式去做安排 全部都到一個學校 還是各自分散 其實是努力的是讓他儘量還是維持一起啦 這個是優先這樣考慮啦 那可是當然不見得一個學校可以容納所有 所以會去做會去做安排 過去當然還並沒有真正這樣子的案例 可是這個準備或相關動作已經開始做 老師我們也會想辦法去做借聘 就是說看看其他學校是不是有需要 那也會形成一個平台啊 把這個資訊讓老師知道他去做借聘 另外也協助他做適當的一些資遣的一些相關的作為 用私校退伍基金 再加上這個如果他的 剛才講的那些配套的處理以後 他的土地部分的處理 可能也會產生一些效益 他不管是幾年級的學生嘛 是一次私校就停了嘛 好對不對 那私校停了以後他可能有四個年級的學生嘛 四年級畢業了那就不講 還有三個年級的學生嘛 那這三個年級的學生 是不是 我們輔導他去參加轉學考 是不是我們輔導某個學校 全部都把他收下來 那部長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是輔導學生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要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應該是對學生負責 而不是只是輔導 就是說今天我學校關校的時候 我所有的學生都要保證 保證他有學校唸 你才能關校嘛 是不是這樣 這個是應該這樣說 就是說所有學生受要權 應該不能受到任何的影響 我們一定要確保 每個學生針對他的意願的調查 相關的這些處理 能夠讓這個學生 能夠一定有學校去 這是基本的保障 不然的話 他就這個學校 就不能馬上讓他關掉 如果你有一群學生 根本不能安排 所以他的整個停辦的這個程序 就要往後演嘛 所以這兩個中間必須是配合的 同時安排學生 如果安排得好 可以早一點停辦 不行的話 那就必須還是要維持一陣 所以就是保證 保證學生有地方唸書 這是學生的受教權 這是有錄音錄影 有存證的 是是是 保證 學生的受教權 一定要受到保障 對 所以部長你這邊 一定要受到做到 因為我們要保障學生 我是怕學生 因為要併校的時候 心裡會有恐慌 所以他有能力轉到更理想的學校 所以我們教育部至少要安排一個 最後的底線嘛 是 最後的底線我安排好 你要到考更好的學校去轉學 那是你的能力 尊重他的能力 那是你的能力 但是 我至少所有的學生 最後我會協調一個基本的安排 是 保證沒有問題 是 OK 這個當然是嘛 這個是我想我們本來協助這個小組 一定要讓這個事情做到 學校才能停辦嘛 對 所以這邊我想再特別的再強調一下 就是說 保證這兩個字 我們希望說 部長有承諾 學生受教權充分保證 那有任何學生有意見 我們可以告訴他說 對 最起碼 我們可以怎麼安排 也徵求他的意願 我們下一步一定要要求到 下一步要保證 學生有學校的 這是第一個保證 那第二個就是教師咧 教師怎麼去協助他們 教師我們現在當然只能用協助的方式 希望是說 看看有沒有其他學校可以轉介到 借聘到其他的學校去了 這個是優先來做了 那就是這個安排來做 當然還有職員 這些都是來安排 可是這一部分確實是有 這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要 停辦學校很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說 可能有200個教授 其實是不好處理的 可能部分也許可以借聘出去 其他的話可能就要用資遣 整個的方式 要做一些資遣的處理 那資遣的話 私立學校我們就可以動用私校的 退伍基金 來做適當的這個資遣的一個安排 所以就是說 其實 部長你知道 在台灣現在這個時代 要變成一個專任教授 是 是相當的不容易 是 職缺確實不多 那現在 他已經變成專任教授了 是 是不是 教育部有什麼原則 就是 在哪一個層級 哪一個部分 教育部可以保證到什麼程度 其實這個確實是有它的困難 就是說 我們會一定做到的積極的協助 看看他是不是可以去其他的學校 這個是一定 這個管道或這個機制一定建構起來 另外就是說 他之前的情況 是不是可以爭取比較好的條件 部長 積極的協助 到最後都是 那個放水流 可是 沒關係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是要跟部長提醒 就是說 我們 如果是積極的協助 因為保證跟積極協助不一樣 那剛才學生 我想這是第一重要 學生 我們當然 學生我們要求部長一定要保證 是 那現在教師 教師的部分 教授的部分 是不是 部長可以原理一個原則 比如說 我們講教授 教授現在到50歲了 他已經是個教授了 他要再去找新的學校 坦白講 困難度很高 那 講積極的協助 到最後就是 拍攝我們都有積極 就沒辦法 那叫做積極的協助 不是 這積極協助有其實很多面向 那在這一部裡面 是不是可以去定一個 用年資也好 或者用什麼標準也好 齁 我 能夠 為 教授們 做基本的協助 基本的保證到什麼程度 齁 我可以幫到什麼忙 齁 你現在 這一部現在的想法 就是所有的教職員工都是積極協助嘛 都是積極協助的結果 我現在就可以告訴部長 那個百分之九十都放水流啦 其實我想我跟許委員特別做說明 積極協助當然是說真的也要做就做 要平台建構起來 讓他有機會去 那這個其實可以看得到的 另外就是說 我們也希望提供比較優惠的 相對優惠的之前的條件 可以看得到 就是希望部長把它定出來 讓我現在 讓所有的教職員工們 讓所有的委員們 讓所有教育部的官員們 現在就可以看得到 那叫做看得到 我們這個整個相關的配套 我想我們應該會有一個明確的這個作為可以提出來 OK部長你知道意思嗎 我們要把它具體化 我們可以在最低的要求保證到什麼程度 那才叫做教育部為他們做的啦 那如果是機職的協助到最後都沒有做啦 好部長我相信我不是違言聳天啦 你也薪資作明 謝謝這個提醒 好所以我希望說教育部可以定一個 最低的保證的標準 好我至少幫你做什麼 是我教育部為你的努力嘛 是 而不是說 可以 這個整個相對應部裡可以做的協助的配套 我想我們應該明確提出來 所以除了土地的問題之外 就像我們的學生的安置 教職員工的最低的保證 最低需求啦 那當然我也不是告訴你說 我想這樣子啦 針對教職員這一塊我們可以有的作為 我們應該具體化 提出來啦 對 具體化可以保證到什麼程度 具體化這樣子 好不好 這樣子我們對於市立學校的教職員工 來跟我們苦訴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說 我們教育部也協助你 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超過那個程度 或者是你超出那個能力 就像學生一樣 學生我給你保證你一定有學校念 你如果有能力考更好的 我當然也是歡迎啦 不會去阻擋啦 那教職員工我跟你幫到什麼忙 是最基本我可以幫你的忙 這我們可以告訴他 當然你能力更好 可以找到好的學生 那我們也祝福你啊 所以我希望說要有所作為 就是說 我不管對於學生 不管對於老師 我會覺得教育部 既然鼓勵 學校病校 那因此而被廢掉的學校 的學生或老師 我能夠給他一個最起碼的 什麼樣的協助 我想這就是教育部的誠意 具體作為我想我們會列出來啦 會列出來 針對教職員的保障的具體作為 應該有明確的事項 我們可以做出來 那如果有出位的時候 先給我一份資料 那這個大概什麼時候 會有這樣子一個副案出來 我想我們現在其實 在一個月之內 本來就要談相關的這些配套負責 所以我想也就是原來 訂的這一個月的時間裡面 應該會有 那就是一個月內的時間 希望部長 可以請教育部裡面的 負責的人員 拿一份資料給我 那就是這一步 對於協助師 校教師的誠意 到什麼程度 我們會完整的整個配套啦 好吧 除了老師學生這方面 應該是一個完整的作為 OK